打开心灵的窗户 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 走进缤纷的原地 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 书香原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刘文 很开心又有这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读好书 这是一个以有声书的形式 来制作的读书节目 若是你平常很忙碌 没有时间去逛书店 去选书 没有时间好好地读书 那么希望你可以每天播出几分钟的时间来听书 尤其这本书更是可以帮助身为父母者 在忙碌之中仍然不忘了为孩子祷告 而现在我们知道实在是少子化 因此很多孩子在家中是非常的被宠爱 而且都是被服侍的非常好的 有许多孩子可能会养成茶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习惯 而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知道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实在是需要求主赐给我们智慧 我们不是孩子 但是也要帮助孩子学习去服侍人 好 今天就要为这个部分来祷告 一起来读这一本 由保罗文化出版社所出版 由罗伯与乔纳泰根夫妇所共同著作 张嘉丽姐妹所翻译的 《妈妈为儿子的祷告》 当她学习服侍别人时 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暑假 亲爱的天父啊 感谢你 我孩子的生命中出现过许多人 透过他们的服侍 他得到数不清的祝福 老师们矿时费日地预备教材 在学业上教导他 教会的牧长投入时间 分享上帝的话语 并为他的生命祷告 邻居常常伸出援手 帮忙接送或照应 好友们为他安排快乐的时光 身为母亲的我 为他预备三餐 洗衣服 在他还没开口前 尽力满足他的需求 主啊 因着你的恩典 我的孩子受到各方人士 悉心的照料和爱护 主啊 有这么多天天 为我孩子付出的人 求你让他心中满怀感恩 开他的眼目 让他看见为了满足他的需求 是需要耗费许多时间 努力和金钱的 求你使用他的觉醒 在他心中 在他心中燃起服侍他人的意愿 正如他是如何被服侍的 感动我的孩子 在家里有愿意帮忙的心 因而满怀喜乐 感心乐意地为家庭摆上付出 天父啊 求你赐给我孩子在学校 在教会 在社区服侍的机会 开启他的眼目 看见自己可以采取哪些行动 投入住人的行列 祈求圣灵感动他 愿意为有需要的人 奉献时间和金钱 赐他敏锐的灵 当朋友心情苦闷 需要陪伴或伸出援手 他能够及时地回应 主啊 求你保守我的孩子的心思意念 不以自我为中心 让他明白自己的付出 会带出影响力 他的仁慈和慷慨 对周遭的人和这个世界 具有强大的冲击力 愿他活出你生命的光彩 照亮黑暗的角落 让人们从他身上 感受到基督的爱 谢谢你用各样的方式 为我们奉献你自己 但愿我们以关怀身边的人 来回应你的爱 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